這個訴訟大部分都會被駁回的情形比較多 因為剛剛很多案件 訴訟到這個地方來好像都是 這幾年是有提升 我跟委員報告 在以前在採只有一個行政法案 就是現在最高行政法案 而不是二省的時候 88年他撤銷的比例只有3.97 那今年已經提升到11.49 所以是逐步提升 另一方面因為我們採二省 兩個省級 將來我們到100年還想規劃成有地方的行政訴訟庭 這樣做會省行政機關 他在做行政處分的時候 他更慎重 其實還不只是這個撤銷比例顯現出來 那行政機關他一定會想 現在人民能夠打行政訴訟的這個審級越多 或是越方便的話 那行政機關在做行政處分的時候 他就會越慎重 我舉個例呢 現在就像通信監察 就是監聽 監聽呢 93年的監聽數 跟現在的監聽數 差10倍 就是現在監聽的限數只有93年最高峰時候的十分之一 那現在申請的準的大概有74 那為什麼會差這麼多 因為警察跟 我這個把他扯遠了 警察跟警察官他要申請的時候 他就要顧忌說 被法官駁回 那不好看 所以他申請就會比較慎重 所以其實是 就是由司法審查的機制 是可以促使行政機關在做一些措施的時候 那更嚴謹 是更嚴謹 我跟委員做這樣的報告 謝謝秘書長的解釋 謝謝